中越松山 禅武圣地 密林深处 众多功夫高手在此修炼 浮湖降龙之际 少林滚实战性非常强 修炼将就是说 强大一条线 滚大又不骗 比较杠蒙 好 云南苏林普通站 发生暴力鼓呼案件 造成29人死亡 130多人受伤 习近平 今年全球反恐形势日益严峻 2015年6月 少林滚树高手梁继红 应邀为特径传授少林传统滚树 我的武术生涯中 以前就做教练 没有当过教官 这是我第一次 我感觉很光荣 当时公安的领导就说了一句 你能为人民做点事 我感觉这个荣誉太大了 我当时我确实是心人接受 兵器是人身体手足的延伸 在中国 棍被奉为百兵之组 折之集成 随处可得 它没有封任 不义致命 因而成为少林功夫中 最常用的兵器 在比较僻静的地方 它进行的要滚得滚 滚得倒 反复的这种演练 检验这些动作的适用性 就是说 怎样使少林滚 在这个实战中 起到更好的作用 成绩 但不杀戮 这是中国人对棍的理解 梁姐红卷 棍就如同他的性格 极恶如仇 命折不弯 千百年来 少林棍僧以棍制 光伏正义 保家卫国 今天 这个责任 又落在了 梁济红的身上 当前 爆恐事件 多发于公共空间 反恐形势 极为复杂 制敌 但不避命的少林棍法 如今 又有了新的 用武之地 一到葫芦岛 梁济红 就带领 特警队员 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 马步 第一个动作叫左右跳挡 一 马步 二 上步 盖钉 弹腿 公布 拖探紧 过手在腰探紧 对 刚才我看 很有歧视 但是马步 公布 要做好 再来一遍 注意 预备 一个动作发枪 卡 一 二 三 三 少林工夫 在这个现代社会 祈祷了他迎期的作业 确实感到很高兴 能做这一份工作 我感觉到一次荣幸 一次高兴 一 二 三 二 三 两个月后 梁继红培训的第一批特警 已经持棍上岗